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四百集 诗 很快热水烧好了 宫女调好水温厚 服侍临安沐浴 她白花花的洞体泡在水里 水面漂浮花瓣 露出圆润瘦削的浴尖 一对精致的锁骨 临安忽然问道 你们说 我身边的侍卫里 哪个最英俊 最有才华 最有趣 对本宫最忠心耿耿啊 都挺忠心的呀 至于有趣和才华 奴婢也不知道 不过 如果不是侍卫的话 奴婢心里就有人选了 是谁 表表立刻问 是许大人呀 许大人模样俊巧 有才华又有趣 经常都殿下您开心 他虽然不是侍卫 却是您招揽的心腹 而且不是读书人 是打羹人 勉强也算侍卫吧 临安咬着唇 轻轻拨动花瓣 花瓣散开 他看见荡漾的水玻璃 模糊的映出自己的脸 容貌娇美 脸蛋涂红 似乎有些害羞 皇城 王府 首府王真文的书房 金红色的夕阳 从鸽子窗外照射进来 年过五旬的王首府 批完折子 把他们通通的扫到角落 然而铺开一张宣纸 压上阵纸 提笔书写 这时 王大小姐捧着一碗枸杞参汤进来 王首府没理会 趁着一股义气 养在胸膛 落笔书写 金尊清酒斗十千 玉盘真修值万钱 行路难 行路难 多骑路 金安载 长风破浪 会有时 只挂云帆 寄沧海 王小姐把神汤放下 凑过来一看 久久无法挪开视线 爹 您写出了一首传世名作 您这首诗词问世 必定满朝震惊 作为一个女文卿 鉴赏能力还是有的 王大小姐被这首诗里的气概蛰伏 王首府摇头端起身 茶喝了一口舒畅的吐息 这不是我写的 是那位新任会员写的 你今日不是去过贡院吗 没见到 据说是一表人才 罕见的美男子啊 女儿没见到 女儿就是瞎凑热闹而已 王大小姐 识口否认 目光频频地望向桌面 当年把诗词重新搬上科举 为父是花了一番心血的 阻力重重啊 王首府指头点在纸张 独独作响 笑容畅快 而今出了这么一首佳作 为父扬眉吐气了 也算是对得起天下读书人 对得起先辈 没让诗词归宝彻底没落 兴榜出来后 许新年的这首《行路男》 在乐卷官们传扬出去 文者集结叫好 热血沸腾 再过几天的酝酿 这首诗就会传遍京城广为传唱 听说那位会员 是白鹿书院的学子呢 王大小姐不经意地说道 王首府沉吟片刻感慨 可惜了 朝廷文官排斥白鹿书院的读书人 他作为首府 文官表率 在这方面是不容退步的 许新年越有才华 王首府越警惕 越不会用它 爹 王小姐一边帮忙收拾折子 一边说道 女儿想在府上举办文会 邀请京中有名的世子参加 得以您的名义召集 文会发起人 必定是德高望重之辈 王大小姐没这个资格 不过她在府上举办过许多次文会 都是以王首府的名义召集的 春围刚过 举办一次文会 合情合理 王首府汉首 好 清云山 白鹿书院 西洋的余晖中 官道上 一骑飞奔而来 扬起尘埃漫漫 马匹在山脚停下 穿着如山的学子 跃下马背 手里拿着一份名单 飞快的奔向山顶 喜望 喜望 他一边高呼 一边狂奔很快 进入书院 沿途不断有学子文声 出来查看 出口询问 宝信的学子一概不理 直奔大如张慎的书屋 听闻动静的张慎 早已等待在书屋外 脸色镇定的 看着宝信学子 读书人要有静气 大喜大悲 都不能动摇心志 提点了一句后 张慎露出笑容 看你神色 想来这批参加春围的学子 都中共事了 先生 何止是中共事 报信的学子兴奋地高呼 许词旧中了会员 张慎以为自己听错了 沉生说道 会员 报信学子用力点头 这是姓莽提名的书院学子名单 许词旧确实是会员 千真万确 张慎激动地夺过名单 上面写着本次参加春围的书院学子的名字 以及排名 最前头的是许词旧 第一名 会员 张慎看着名单 半天突然嗷唠一嗓子吼道 院长 陈泰 李木白 我学生中会员了 我学生中会员了 报信的学子目瞪口呆 很快 院长赵首 以及两位大儒被惊动了 一吹牛逼大法 无视距离出现在张慎的书屋外 头发花白 拉里拉他的院长赵首 甩先问道 当真 那位学子中了会员 许词旧 张慎自豪地说道 赵首皱着眉头想了想 恍然 是那个吵架没输过的学子 这说明他口才无双啊 恭喜 恭喜恭喜 李木白和陈泰既高兴 又酸溜溜的 白鹿书院的学子中了会员 自然是高兴的 书院里每一位先生都会高兴 甚至首舞足蹈 大醉一场 但不妨碍他们酸溜溜的 因为许词旧是张慎的学生 院长照首皱眉 按理说 不应该是会员啊 辞旧做了什么文章 以往年会式的情况 这一届肯定存在舞弊 许词旧是白鹿书院的学子 作弊没他的份 可要是说全靠实力 似乎有些牵强 张慎收敛了喜色 恩了一声 嗯 辞旧的测问精益 都是上上之选 但要说精彩绝艳 还差了些 但不是精彩绝艳的话 又如何让三位主管观众 至少两位力挺他呢 刚才听到学子报信 他自己都怀疑听错了 李木白见报信的学子 还在招招手 唤他过来 京城那边 还有什么消息啊 原本只是随口一问 没想到报信学子 立刻点头 有的 学生抄露性网后 也觉得许词旧的会员 有些不同寻常 便请一位月卷官吃了一顿 饭前十五两 正要找书院报销呢 几位大如汉手 白鹿书院培养出来的学子 办事能力都是极强的 更不是迂腐刻板之辈 报信学子说完 又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听那位大人说 许词旧第三场做了一首诗 深受东阁大学士赞誉 其他考官也很服气 再加上他前两场考试成绩极好 这才成了会员 诗 几位大如面面相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